28日严雅倫出席公益活动 担任大使这么有爱心的好男人 不愧被女生李玉芬选为理想心 听到这个消息的阎神说话啦 他值得好男人 因为他蛮对人蛮真诚的 然后对感情是稍微有一些执着的一点 有过伤痛有过经历也才会成长 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蛮值得好好对待的女孩子 听完这段话笑记就差点哭出来了 不过虽然咱们阎神桃花还没来 但他却透露自己很爱小孩 我觉得小孩就是自己的延续吧 那当然不会希望他跟我们一样 但是会想要看自己的小孩长什么样 这是一个蛮期待的一件事情 所以会想 但是近期的规划内也许还要在一段时间 因为自己工作也蛮忙的 我在家照顾自己的宠物都没什么时间 所以生小孩确实是一个需要很多责任感 责任心也需要花很多心思的一件事情 你看来延伸会是个好爸爸 到非凡娱乐台湾报道 我们就抱在一起好了 我们看前面 看前面